嗨,大家好,我是劉一亨 我是劉敏 欢迎收看我们姐弟专门介绍不动产的频道 我们主要是介绍中部地区的不动产 而且我们的频道 物件数中部最多 第一名的频道记得看我们影片 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每天都会拍摄上架的物件 我们现在来到台中市大雅区的大林路巷子里 这边比较靠近那个大雅中科 大雅中科 那也离大雅的市区还算近 等一下我们会开一下那个路况 看看你们可不可以接受 这一间算是青乌林的 青乌林的透天可以停两台车 这边一台 这面宽超过五米的面宽 所以可以停两台直插两台进来这样子 面幅5.5米 不只 5.5米 好 这个洞5.5米 但它其实里面还有 里面是一间房间 这是一间 它大奖奖 本来2688 本来2688 现在变成2088 降了600万 超 那个这算跳楼大拍卖吗 应该不是 不过进来的路有点 就是比较小一点 就是它其实大零路的巷子 应该对大雅大零路 所有人应该都知道 它其实 算是靠近那个大雅中科那边 但是其实也已经快要到深港了 这样子 这个社区名字叫做 亚风艺术 二期 二期 就是大概几年前的房子 不到九年 八年多 八年的房子 现在很多新的透天都2000多万 那这一间 为什么它本来要开价2688 然后降到2088 因为 巫主觉得有那个价值 所以它一开始开价是比较高的 那现在愿意回归 回归到这样子 2088 应该说它比现在全新的透天还要便宜 但是又比中古的市场再稍微贵一点 但是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抗性 因为它这个是社区型的透天 我们这个社区大概40几户 大概40几户 是26户 没有 我刚才有数了 数过 那边上写 我才写错了 大概有超过40户 然后我们是在最后一户 我们在最后一户 然后看到这边的巷子 这个巷子进来 所以我们这边等于有点露虫 相冲 对社区来说它是露虫 它是一个相冲 一个相冲 再加上旁边这边 透天刚好切过来 会切到我们这个房间 会有点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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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缺点 相对的 虽然我们是大面宽 5.5米的大面宽 但是 但是 这边没办法回转 所以你要怎么回转呢 就是利用 邻居刚好有出门的 还有一个洞 没有车子的地方 有洞可以回转 要不然就是你一开始 就要从那边 巷子口那边倒车倒进来 就比较麻烦 不过它是 那个唯一可以停到 这间社区可以停到两辆车的 没有第二 第二户 刚刚那个巷子口有一个 超级大户 喔 好 帝王户 这两边来说 只有它可以停到两辆车 对对 好 那我们进来看一下它的物况 其实因为青乌林 几乎没有有驻破 所以可以跟 近来就是孝亲房 对啊 近来这边 它是新加坡式的 新加坡式的透天 这一个孝亲房 它有一个后院 一定要有卫浴 卫浴 厕所算大了 厕所很大 对看一下厕所 它虽然是在楼梯底下 但是 就 蛮大 它蛮大的没有压迫感 都有使用过的 稍微有点使用过的痕迹 然后这它的后院 后阳台 小小的不大 但是 要洗衣服晒衣服也是可以啊 这边有水龙头 洗衣服晒衣服也是可以的 看一下它的水 水压看一下 水压好看一下 蛮强的 水压很大 大家乱喷 乱喷 超强的 好看一下这边 它有一个枕洞 枕洞 枕洞 透天用的 滤水器 这边看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 应该说很少见 它有一个 这个滤芯都还在 这么大的滤芯 它喔 这有什么优点 水塔 不用洗 哦 你就不用洗水塔 上去的水是干净的 对 因为它一开始进水就是 是 就过滤了 就帮你过滤掉 所以有一些沙石 迷土 就直接过滤掉 所以你的水塔 几乎都不太需要洗 有这个的话 还有加压吗 难怪它的水是用冲的 不是 跟那个没有关系 真的吗 好 去二楼看 是不是每一间 不动产都有它的 优缺点 我先出去 那楼梯间有开窗 刚刚的卫浴也是有开窗 我说翁梯给你看 第一楼 那一楼的卫浴 消心房是有开窗 这二楼 因为现在比较傍晚 二楼它就是厨房客厅 这是它的客厅 客厅很大 客厅很大 它刚进来还有木头的味道 木头的香味 对 很像这样 好 然后 这是厨房 好 那这边有一个玻璃窗 我可以看到 它本来是开放空间 为什么要隔起来 是担心这边的油烟 会流过去这样 这个 厨房旁边是厕所 对 这个 它 它是用瓦斯的 是瓦斯的 就是没有天然气 没有天然气 它瓦斯桶 在外面 在厕所 在厕所 什么 在厕所 看一下 瓦斯桶在厕所 就晕了 好 就在这里 这边不要有 你不能不要洗澡 直接就是 就上半套 半套 就是我看一下 有没有热水 不要淋浴 我看一下 哎呦 它有热水 它虽然是半套 可是它也是有热水 如果要洗澡 也是可以 联想可以 就是空间没那么大 它有开窗 它有开窗 OK 它也有滤水器 它有中滤水器 看一下 这有一个 3M的滤水器 然后权状是51.9E 51.9E 4房 3屏3位 OK 好 那二楼 二楼整层 都是这个花岗岩地板 花岗岩地板 连楼梯 一到二楼楼梯都是 对 OK 好 那二楼开始就是一般的死串 樓梯间都有开窗 可以通通 一到四楼 对 好 第一个房间 这应该算土卧室很大 跟客厅一样大 因为跟客厅是同一个空间 楼上楼下的空间而已 然后 这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还有 庆密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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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床那样子 看一下 对 好 OK 看另外一个房间 是加大型的双人床 这个卫浴 这个卫浴 这个卫浴就比较可惜 它没有开窗 这个卫浴没有开窗 OK 它有那个软风扇 四合一的软风扇 照明 换气 暖房 干燥 还可以定时 就是 它可以 定时间 比如说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让它停止运软 这样就可以等它 人离开 让它继续干燥 这样子 OK 好 浴室就有两种电灯 好 这是小房间 二 二楼后面的小房间 就是单人床 如果要放单人床 也不是不行 也是可以 这边可以放一个单人床 但是相对你的柜子 就是放在这里 OK 那我们去 三楼 那它有 看一下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对啊 是没有 因为这个还蛮新的 九层新 九层新 好 这边一样楼梯间 也是有 有那个开窗 好 这楼上的空间 四个房间 好 然后 三支 对 四个房间 但是它其实 这边要 就是做神明厅 做神明厅 做神明厅的话就变成只有三个房间 是不是三楼 没有错 因为一楼就已经有孝庆房 所以它目前房间就有四间了 好 那如果这个空间 对 这是四楼 五个房间 那个 新加坡市的会少一层 对 对 好 对 下行房的四个房间 对 四个房间 没错 我看它误会 OK 这是洗衣跟晒衣的空间 对 感觉衣服很快就淡了 四房三厅三位 三位 四楼没有 没有维雨 对 四楼没有维雨 一二三楼 四房三厅三位 好 然后这边做神明厅 好 然后这是 四楼的 顶楼的房间就 比三楼的房间大 好 然后这个 后面 它一次有这个 分离式冷气的主机 然后我们刚刚提到那个 壁刀 壁刀的那个问题 应该是 应该是在这里 应该是在这里 只是没有窗户啊 你看不到 OK 答案是这样 好 那我们下去看一下 入股框 好 变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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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本上他的楼梯还算蛮宽敞好走 那2088其实是还可以再溢价 如果你们确定有喜欢 我们还是会带帮你溢价溢看看 可是他已经降了600 不晓得还可以溢多少 应该是可能溢价很多 OK 这在雪区是大名国小 雪区 没有 带椅子上 好 走吧 如果先倒车入库的话 出去就很方便 直接就可以出门 这边左转 然后右转 尾形定位 我们有音乐 他的信箱 大门信箱 手机借我一下 我转了 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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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左转 好 这边 大陵路其实没有很市区 市区还要再走一小砖路 左轉 好 直接走 继续 等一下 继续直走 这边去市区大概要五分钟 去市区大概要五分钟 虽然不是那么市中心 路也比较小 可是整个社区都卖完了 对啊 这个八年前的房子 当然一定会卖完了 顺着路走 顺着路走到大陵路 红绿灯左转 左转就是大陵路 然后在这边就很接近中庆路了 这边就很接近中庆路 这一条 横着这一条就是大陵路 其实我们这边之前有一间透天附近有一间透天 1980 秒杀 但是那个屋林比较旧一点 我们这个屋林比较新 所以它开架比较高 也是社区型的透天 也是社区型的透天 吹出来没几天 被 被买走 就觉得有点可惜 那现在看到有这一间出现 而且又降价600万 所以我想说推荐给观众看一下 当然有它的缺点 但是毕竟现在青屋林 比较新的 价钱都非常的贵 尤其是靠近中科或台中市 至少都 真的都要2000多万以上 因为现在华夏动不动也是破2000 很多地方都破2000 就是比较靠近台中市或台中市区的 很多都是2000起 所以透天2000万 其实算平价 其实前几年新的透天都 这边附近也都还是1000多万而已 只是最近这几年一直涨一直涨 很多都2000多万的透天 这边让很多真正有买房需求的人 非常的却步 前面这个红绿灯就是那个中青路 红绿灯这边就是中青路 右转的话就是往东大路 东大路就是中科 中科的那一条中大路 所以这边离中科大概5到10分钟 就可以到中科了 然后这边左转就是往大雅市区 这边有一间三龙加油站 三龙加油站 三龙加油站 好像在维护 在维修 然后这边加油降2.2元 比全国加油站 比全国加油站 降1.4元 比全国加油站 降1.4元 听说那个Costco是降3块 快3块 将近3块 大排长龙 大家能够省一块算一块 这边全新的咖喱 巴厘岛16 绿能光电载 三长函 平车12800万 但是不好意思 这个已经没有了 而且 钱都被投资客买下来 之后再拿出来卖都是2000 将近2000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 它的地平是23.94平 不过它有道路持分 占5.49平 对 虽然这一间透天一层楼 大概都是15平上下 如果超过20平的都算很大 很大的透天 一般都是普通的都是一层楼 大概15平上下 所以算起来四层楼 大概就是50平左右 四层楼大概都是50平左右 所以我们全装是51.91平 对差不多 所以有很多客人说 都问我一层楼几平 我说 他们说他们都要20平以上 20平以上的 你四层楼就80平了 合法的 我是说 我现在讲的是合法的 四层楼就80平 80平 那你的土地全装一定都在三四十平以上 这个都一定可能就要3000万的 所以可能跟他们的 心中的落差太大了 所以很多人都买不下去 好 这边就是大雅的四中心 这边是明深 前面就是明深路 跟亚潭路的 明深路跟那个中青路的交叉路口 这边是明深路跟中青路的交叉路口 然后再往前一点点就是亚潭路跟中青路的交叉路口 如果继续再往前呢 就是 继续再往前就是 大雅的中青路交叉道 就是国道一号的交流道 还有74号 74号的交流道 环中路74号交流道 然后继续再往前就是台中四市市区了 然后四中心这边就有像那个肯德基 肯德基 还有麦当劳 丁丁药局 那菜市场这边也有啦 这边也有菜市场 这边算是明深路啊 但是还有亚潭路这中间 就是大雅的淡黄区 各式各类的小吃、餐厅、店面 都集中在这边 所以这边这一间透天 离市区算近的 算近的 五分钟左右 然后去中科也很近 十分钟以内 十分钟可以让你到公司 算蛮近的 那我们这边 这栋大楼的后面 前面这栋大楼的后面 我们还有一间 清屋078年的 华夏 四房平面车位 但是它是楼中楼 楼中楼的华夏 它就 我有拍摄可以到我的频道里面看 1780 1780 它有一个平面车位 那你想喔 它其实室内不大 只是说它有跳高做了四房 1780市中心有平面车位 跟这间透天 四房 它也是四房 可是空间大非常的多 而且让你平两台车 离市区五分钟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划算 这个答案见人见识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需求跟喜好 那房子 每一间房子都有它的缺点 每一间房子都有它的缺点 那你要能接受这个缺点 我们 我都会把这个缺点 我知道的 我会尽量讲清楚给你听 给你看 这样子 你们才不至于白跑一趟 然后 希望你们 有夏天决心 想要买房子 都可以来找我们 我们 呃 我们这一间 我觉得它降了600万 应该 即使它 即使它有缺点 应该也 也不会 太 卖太久 所以如果你有喜欢 要赶快跟我们联络 好的物件不等人 然后 你 呃 你觉得 可以的话 打电话给我们频道标题底下 都有我的电话号码 那当然你可能也不喜欢 也没关系 还是搜寻一下我的频道 看看有没有其他 你觉得适合的物件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呃 搜寻看看 呃 如果你觉得我的频道物件数太多 对 我的物件数非常的很多 非常的多 超过 呃 一千多 一千多 一千多件 哦 你可能觉得不知道怎么搜寻 也没关系 你还是要继续订阅下去 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好 才不会错过我每天都会拍摄上架的物件 我每天都会拍摄上架 你才不会错过 好 你不用出门 我就带你看遍中部地区 最多的不动产房地产土地房子 给你最多的选择跟比较 不怕你买错 也不怕你买后悔 我们全部拍摄都是一镜到底 一刀未剪 没有剪辑 没有广角 没有美化 你只要在家里轻轻松松地滑手机滑平板 看YouTube TV的YouTube频道 就可以很清楚明了 知道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房子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你的耐心看完 也给我们机会 来介绍这个房子 那我们也希望你可以选择我们为你们服务 希望我们的服务你会满意 感谢大家的支持 等你的电话 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